馬可福音 第一章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起頭,正如先知以塞亞書上記著說,有古卷無以塞亞三字。 看啊,我要插映我的使者在祢前面,預備道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夕他的路。 趙姐說,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全會改的洗禮,此罪得赦。 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再約但河裡受他的洗。 約翰穿落塘毛的衣服,腰束皮帶,是迫視蝗蟲野蜜。 他全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薩勒來,再約但河裡受了約翰的洗。 他從水裡一上來,就看見天烈開了,聖靈彷彿甲子降在他身上。 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聖靈就把耶穌吹到抗野裡去,他就抗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 且有天使來時侯他。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 日期滿了,神的各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耶穌信就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裡殺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他們就立刻寫了網,跟從了他。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避泰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保網。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避泰,和故宮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 道了加伯龍,耶穌就在安息日,盡了會堂教訓人,眾人欣欺其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並的人,不像民事。 在會堂裡有一個人,被烏鬼附著,他喊叫說, 拉薩拉人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 烏鬼叫拉人抽了一陣風,大聲喊叫,就出來了。 眾人都驚訝,以致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事?是個新道理啊。 他用權並吩咐烏鬼,連烏鬼也聽從了他。 耶穌的明星,就傳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他們一出會堂,就同著雅各、約翰,盡了西門和安德烈的家。 西門的噩母,正可以病躺著,有人告訴耶穌。 耶穌進前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熱就退了,他就服侍他們。 天晚日落的時候,有人帶在一切害病的,和被鬼父的,來到耶穌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門前。 耶穌自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 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此日早晨,天未落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討告。 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 如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次出來的。 於是在加利利傳地,盡了會堂,傳道趕鬼。 有一個長大麻風的,來求耶穌。 向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結淨了。 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結淨了。 大麻風即時離開他,他就結淨了。 耶穌嚴的祝福他,就打罰他走。 對他說,你要謹慎,什麼話都不可告訴人。 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擦汗,又因為你結淨了, 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據。 那人出去,倒說許多的話, 把這件事全揚開了。 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的進城, 只好在外邊曠野地方,人從各處都就了他來。 馬可福音第二章 過了四日子,耶穌又進了加伯龍, 人聽見他在房子裡,就有許多人聚責, 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 耶穌就對他們說道, 一人帶了個坦子來見耶穌, 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 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頂, 既拆通了, 就把坦子連所躺外的玉子都醉下來。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坦子說, 小子,你的罪卸了。 有幾個文字在在那裡, 心裡議論說,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淺望的話了, 除了神以外, 誰能謝罪呢?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這樣議論, 就說, 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議論呢? 或對坦子說, 你的罪卸了。 或說, 起來, 那你的玉子行走, 那樣容易呢?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卸罪的權柄, 就對坦子說, 我吩咐你起來, 那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來, 那黑拿著玉子, 當眾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眾人都驚奇, 歸榮耀與神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耶穌又出到海邊去, 眾人都就了他來, 他便教訓他們。 耶穌經過的時候, 看見阿拉肥的兒子利美, 坐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 他便起來, 跟從了耶穌。 耶穌在利美家女坐席的時候, 有好些瑞利和罪人, 與耶穌並門徒一同坐席, 因為這樣的人多, 他也跟隨耶穌。 法利塞人中的民事, 有古卷作民事和法利塞人, 看見耶穌和罪人, 並碎利一同吃飯, 就對他門徒說, 他和碎利並罪人一同吃喝嗎? 耶穌聽見, 就對他們說, 看見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本不是照義人, 乃是照罪人。 當下, 耶穌那門徒和法利塞人禁食, 他們來問耶穌說, 耶穌那門徒和法利塞人的門徒禁食, 你的門徒倒不禁食, 這次為什麼呢?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嗎? 新郎還同在, 他們不能禁食。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那日他們就禁食。 每日有人把新布逢在舊衣服上, 恐怕所補上的新布, 大壞了舊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有沒有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 恐怕酒把皮袋裂開, 酒和皮袋就都壞了, 為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耶穌當安息日, 從墨地經過, 他們道行路的時候, 合了墨碎。 法利塞人對耶穌說, 看呀, 他們在安息日為什麼作不可作的事呢? 耶穌對他們說, 經常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缺乏基我之時所作的事, 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 就摸進了神的殿, 吃了陳切餅, 就給跟從他的人吃, 這餅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對他們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所以,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馬可福音第三章 耶穌又進了會堂, 在那裡有一個人, 呼乾了一隻手。 眾人窺探耶穌, 在安息日醫治不醫治, 以致時要控告耶穌。 耶穌對那呼乾一隻手的人說, 起來, 站在當中。 又問眾人說, 在安息日行善行惡, 救命害命, 那樣是可疑的嗎? 他們都不作聲。 耶穌路牧周圍看他們, 憂愁他們的心肝硬, 就對那人說, 伸出手來,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完。 巴利塞人出去, 與希律一黨的人相依, 怎能除滅耶穌? 耶穌和門徒退到海邊去, 有許多人從加利利跟隨他, 或許多人聽見他所作的大事, 就從猶太, 耶路撒冷, 以土埋, 約旦河外, 並推到西頓的四方, 來到他那裡。 他因為人多, 就吩咐門徒叫一隻小船事後著, 免得眾人擁擠他。 他自好了許多人, 所以凡有災病的, 都激進來要摸他。 烏鬼無論何時看見他, 就苦服在他面前, 哭著說, 你是神的兒子。 耶穌再三的祝福他們, 不要把他顯露出來。 耶穌上了山, 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 他們便來到他那裡。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警察他們傳道, 並給他們全兵趕鬼。 這十二個人有西門, 耶穌又吸他起名叫彼得, 還有西秘泰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又吸這兩個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也有安德烈、 肥力、 巴多羅邁、 馬太、 多馬、 阿拉肥的兒子雅各、 和達泰、 並奮雷黨的西門, 還有賣耶穌的家略人猶大。 耶穌盡了一個屋子, 眾人又罪責, 甚至他連飯也故不得吃。 耶穌的親屬聽見, 便出來要抓住他, 因為他們說他癲狂了。 從耶路撒冷下來的民事說, 他是被別西北附著, 又說, 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耶穌叫他們來, 用比喻對他們說, 撒旦怎能趕出撒旦呢? 若一各自相紛爭, 那各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紛爭,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紛爭,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滅亡。 沒有人能仲壯士家女, 搶奪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壯士,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世人一切的罪, 或一切切獨的話, 都可得赦免。 凡切獨聖靈的, 卻永不得赦免, 那要擔當冥怨的罪。 此話是因為他們說, 他是被污鬼附著的。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 內站在外邊, 打發人去叫他。 也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著, 他們就告訴他, 看啊, 你母親和弟兄, 在外邊找你。 耶穌回答說, 誰是我的母親, 誰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觀看那周圍坐著的人, 說,看啊, 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馬可福音第四章 耶穌又在海邊教訓人,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裡, 眾人都較近海, 站在岸上。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在教訓之間, 對他們說, 你們聽啊, 一個殺種的, 出去殺種。 殺的時候, 有落在路旁的, 非鳥來吃盡了。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土技不深, 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一曬, 因為沒有根, 就枯乾了。 有落在京激女的, 京激長起來, 把他擠住了, 就不結實。 有落在好土淚的, 就發生長大, 結實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也一百倍的。 又說,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無人的時候, 跟隨耶穌的人, 和十二個門徒, 問他者比喻的意思。 耶穌對他們說, 神國的傲備, 只叫你們知道。 若是對外人說,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自看見, 卻不曉得。 聽是聽見, 向不明白。 恐怕他們回轉過來, 就得赦免。 又對他們說, 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 殺種之人所殺的, 就是道。 那殺在路旁的, 就是人聽了道, 撒旦那黑來, 那殺在心裏的道奪了去。 那殺在石頭地上的, 就是人聽了道, 那黑歡喜領袖。 但那心裏沒有根, 不過是暫時的。 及至為道遭了患難, 或是受了迫迫, 那黑就跌倒了。 還有那殺在驚激旅的, 就是人聽了道,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 前財的迷惑, 或別樣的私慾, 進來把道擠著了, 就不能結實。 那殺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聽道, 有領袖, 並且結實,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穌又對他們說, 人拿登來, 豈是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燈台上。 因為掩藏的事, 沒有不顯出來的, 隱瞞的事, 沒有不露出來的。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又說, 你們所聽的要留心, 你們用什麼良氣良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給你們, 並且要多給你們。 因為有的, 還要給他,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又說, 神的國如同人靶總殺在地上, 黑夜睡覺, 白日起來, 幾種就發牙漸掌, 哪人卻不曉得如何這樣。 地生五谷, 是吹自然的, 先發苗, 後掌睡, 最後睡上結成飽滿的紙粒, 谷記熟了, 就用簾刀去割, 因為修成的時候到了。 又說, 神的國, 我不可用什麼比較呢? 可用什麼比喻表明呢? 好象一粒芥菜種, 種在地裡的時候, 雖比地上的白種都少, 但種上以後, 就長起來, 比各樣的菜都大, 又長出大之來, 甚至天上的非鳥, 可以縮在他的任下。 耶穌用許多這樣的比喻, 照他們所能聽的, 對他們講道。 若不用比喻, 又不對他們講。 沒有人的時候, 就把一切的道講給門徒聽。 當那天晚上, 耶穌對門徒說, 我們道到那邊去吧。 門徒離開眾人, 耶穌仍在船上, 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 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打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 耶穌在船尾上, 枕就枕頭睡覺, 門徒叫醒了他, 說, 夫子, 我們喪命, 你不顧嗎? 耶穌醒了, 職責風, 向海說, 住了吧, 靜了吧。 風就指著, 大大的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 為什麼膽怯? 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 彼此說, 這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馬可福音第五章 他們來到海那邊, 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穌一下船, 就有一個被污鬼負著的人, 從墳營裡出來營著他。 那人常住在墳營裡, 沒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鐵鏈也不能。 因為人類似用腳療和鐵鏈捆鎖他, 鐵鏈僅被他爭斷了, 腳療也被他弄碎了, 總沒有人能制服他。 他早夜常在墳營裡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頭撼自己。 他遠遠的看見耶穌, 就跑過去拜他。 大聖呼叫說, 至高神的兒子耶穌,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我只著神懇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穌曾吩咐他說, 烏鬼呀, 從此人身上出來吧。 耶穌問他說, 你明叫什麼? 回答說, 我明叫群, 因為我們多些緣故。 就再三的求耶穌, 不要叫他們離開那地方。 在那裡山坡上, 一大群豬吃吃, 鬼鬥羊求耶穌說, 求你打發我們 往豬群裡扶著豬去。 耶穌准了他們, 烏鬼就出來, 進入豬裡去。 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 喉在海裡, 染死了。 諸的數目, 若有二千。 放諸的就逃跑了, 去告訴城裡和鄉下的人。 眾人就來, 要看是什麼事。 他們來到耶穌那裡, 看見那被鬼扶著的人, 就是從前被群鬼所扶的, 坐著, 穿上衣服, 心裡明白過來, 他們就害怕。 看見這事的, 願將鬼扶之人所遇見的, 和那群豬的事, 都告訴了眾人。 眾人就要求耶穌 離開他們的境界。 耶穌上船的時候, 那從前被鬼扶著的人, 懇求和耶穌同在。 耶穌不許, 卻對他說, 你回家去, 到你的親屬那裡。 將主為你所作的, 至何等大的事, 至怎樣連問你, 都告訴他們。 那人就走了, 在低加坡里, 傳人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 眾人就都稀奇。 耶穌坐船, 又到那邊去, 就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他正在海邊上。 而一個管會堂的人, 名叫埃佬, 來見耶穌, 就俯伏在他腳前, 再三的求他說, 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全遇, 得以活了。 耶穌就和他同去, 又許多人跟隨, 擁擠他。 一個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最好遷醫生手裡, 受了許多的苦, 又花盡了他所有的, 一點也不見好, 定制反倒更重了。 他聽見耶穌的事, 又從後頭來, 集在眾人中間, 不要耶穌的衣償, 意思說, 我只摸他的衣償, 就必傳遇。 於是他血流的源頭, 立刻乾了, 他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耶穌頓時心裡覺得, 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 說, 誰摸我的衣償? 門徒對他說, 你看眾人擁擠你, 還說誰摸我摸? 耶穌周圍觀看, 要見作這時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懼戰經, 來虎伏在耶穌跟前, 將實情全告訴他。 耶穌對他說, 女兒, 你的信救了你, 平民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災病傳遇了。 還說話的時候, 有人從管會堂的家女來說, 你的女兒死了, 何必還勞動先生呢? 耶穌聽見所說的話, 就對管會堂的說, 不要怕, 只要信。 這說帶著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同去, 不許別人跟隨他。 他們來到管會堂的家女, 耶穌看見那裡亂洋, 並有人大大的哭音哀號, 進到裏面, 就對他們說, 為什麼亂洋哭音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著了。 他們就嘻笑耶穌, 耶穌把他們都連出去, 就帶著孩子的父母, 和跟隨的人, 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著孩子的手, 對他說, 帶你帶古米, 翻出來, 就說, 龜女, 我吩咐你起來。 那龜女立時, 起來走, 他們就大大的驚奇, 龜女已經十二歲了。 耶穌每次的祝福他們, 不要叫人知道這事, 又吩咐給他東西吃。 馬可福音第六章 耶穌離開那裡, 來到自己的家鄉, 門徒也跟從他。 到戀看昔日, 他在會堂裡教訓人, 眾人聽見, 就甚稀奇, 說, 這人從那裡有這棲事呢? 所賜給他的, 是什麼智慧? 他手所作的, 是何等的異能呢? 這不是那牧象嗎? 不是馬里亞的兒子, 雅各, 若西, 猶大, 西門的長兄嗎? 他們妹們, 不也賜在我們這裏嗎? 他們就嫌棄他, 嫌棄他原文作, 因他跌倒。 耶穌對他們說,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親屬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穌就在那裡, 不得行什麼異能, 不過按手在幾個病人身上, 自好他們。 他日猜疑他們不信, 就往周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擦掩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 壓似給他們拳併, 制服污軌, 並且祝福他們, 行路的時候, 不要帶食物和口袋, 腰袋裏也不要帶錢, 除了拐杖以外, 什麼都不要帶, 只要穿鞋, 有必要穿兩件寡子。 又對他們說, 你們無論到何處, 盡要人的家, 就住在那裡, 直到離開那地方。 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 不聽你們, 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躲下去, 對他們作見證。 門徒就出去, 傳道叫人悔悔, 又趕出許多的鬼, 用油沒了許多病人, 自好他們。 耶穌的名聲傳揚出來, 希律王聽見了, 就說, 知世的約翰從死裡復活了, 所以這才易能由他裡面發出來。 但別人說, 是以利亞。 又有人說, 是先知, 正像先知中的一位。 希律聽見, 卻說, 是我所斬的約翰, 他復活了。 先知希律為他兄弟, 避你的妻子, 希羅底的緣故, 他人去拿住約翰, 所在監裏, 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 約翰曾對希律說,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 是不合理的。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 想要殺他, 只是不能。 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異人, 辭聖人, 所以敬畏他, 保護他, 聽他講論, 就多照著行, 並且樂意聽他。 多照著行有古卷作, 猶而不定。 有一天, 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希律擺設言直, 請要大臣和千夫獎, 並加利利作首領的。 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 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 王就對女子說, 你隨意向我求什麼, 我必給你。 又對他喜誓說, 隨你向我求什麼, 就是我各的一半, 我也必給你。 趴就出去, 對他母親說, 我可以求什麼呢? 趴母親說, 施洗約翰的頭。 他就急忙進去見王, 求他說, 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 幫在盤子裡給我。 王就甚憂愁, 但因他所起的勢, 又因同席的人, 就不肯推辭。 隨即差一個護衛兵, 吩咐拿約翰的頭來, 護衛兵就去, 再監裏斬了約翰, 把頭放在盤子裡, 拿來給女子, 女子就給他母親。 以向門徒聽見了, 就來把他的施手領去, 葬在墳墓裡。 此徒聚集在耶穌那裡, 將一切所作的事, 所傳的道, 傳告訴他。 他就說, 你門來, 和我暗暗的道礦的地方去歇一歇。 此時因來往的人多, 他們連吃飯也沒有功夫。 他們就坐船, 暗暗的往曠野地方去。 眾人看見他們去, 有許多認識他們的, 就從各城暴行, 一同跑到那裡, 讓他們先趕到了。 耶穌出來, 見有許多的人, 就連問他們。 因為他們如同羊, 沒有牧人一般, 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天已經晚了, 門徒進前來說, 這是野地, 天已經晚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裡去, 自己買什麼吃? 耶穌回答說,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可以去買二十兩銀子的餅, 給他們吃嗎? 耶穌說, 你們有多少餅, 可以去看看。 他們知道了, 就說, 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吩咐他們, 叫眾人一方一方的, 坐在青草地上。 眾人就一排一排的座下, 有一百一排的, 又五十一排的。 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 抹開餅, 遞給門徒, 擺在眾人面前。 也把那兩條魚分給眾人。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門徒就把碎餅碎魚, 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吃餅的男人, 共有五千。 耶穌隨即吹門徒上船, 先到那邊白菜大去, 等他叫眾人散開。 他既遲別了他們, 就往山上去討告。 到了晚上, 船在海中, 耶穌獨自在岸上。 看見門徒, 因風不順, 遙老甚苦。 夜裡若有四更天,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們那裡去, 意思要走過他們去。 但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 以為是鬼怪, 就哭叫起來。 因為他們都看見了他, 且甚驚慌。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 於是到他們那裡上了船, 風就住了, 他們心裡十分驚奇。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那分頂的事, 心裡還事如還。 既到過去, 來到隔離撒納地方, 就靠了岸。 一下船, 眾人認得是耶穌, 就跑遍那一大地方, 聽見他在何處, 便將有病的人, 用玉子抬到那裡。 凡耶穌所到的地方, 或村中, 或城裡, 或鄉間, 他們都將病人放在街市上, 求耶穌只用他們摸他的衣上碎紙, 凡摸著的人, 就都好了。 馬可福音第七章 有法利塞人說幾個民事, 從耶路撒冷來, 到耶穌冷裡聚集, 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 有人用俗手, 就是沒有洗的手, 吃飯。 原來法利塞人, 或猶太人, 都驅守古人的遺傳, 又不仔細洗手, 便不吃飯。 從史上來, 又不洗肉, 也不吃飯, 還有好小別的規矩, 他們歷代驅守, 就是洗杯、 罐、 銅器等物。 法利塞人和民事問他說, 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 用俗手吃飯呢? 耶穌說, 以塞下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語言, 是不錯的。 如經上說, 你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奔赴, 當道理教導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你們是離棄神的戒命, 驅守人的遺傳。 又說, 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戒命, 要守自己的遺傳。 摩西說, 當孝敬父母, 又說, 就罵父母的, 於自死他。 你們倒說, 人又對父母說, 我所當奉給你的, 已經作了各耳板, 各耳板就是公獻的意思,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 為了神的道, 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 耶穌又叫眾人來, 對他們說, 你們都要聽我的話。 也要明白。 從外面進去的, 不能污衛人。 唯有從裏面出來的, 乃能污衛人。 有古卷在此有, 有意可聽的, 就應當聽。 耶穌離開眾人, 進了屋子, 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 豈不曉得, 凡從外面進入的, 不能污衛人。 因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茅廁。 這是說, 各樣的食物, 都是潔淨的。 又說, 從人裏面出來的, 哪才能污衛人。 因為從裏面, 就是從人心裏, 發出惡念, 苟合, 偷盜, 凶殺, 奸淫, 貪婪, 邪惡, 鬼詐, 淫蕩, 疾盜, 疾盜, 旁獨, 驕傲, 狂妄。 這一切的惡, 都是從裏面出來, 且能污衛人。 耶穌從那裏起身, 往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盡了一家, 不願意人知道, 卻隱藏不住。 當下有一個婦人, 她的小女兒, 被烏鬼附著, 聽見耶穌的事, 就來虎伏在那腳前。 這婦人是欺利利人, 贖罪利非利基族。 她求耶穌趕出那鬼, 離開她的女兒。 耶穌對她說, 讓兒女們先吃飽, 好, 不好難兒女的餅, 雕給狗吃。 婦人回答說, 主呀, 不錯, 但是狗在卓子底下, 也是孩子們的碎渣兒。 耶穌對她說, 因這句話, 你回去吧, 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了。 她就回家去, 見小孩子我在床上, 鬼已經出去了。 耶穌來了推羅的境界, 經過西頓, 就從低加坡里境內, 來到加利尼海。 有人帶著一個以龍舌傑的人, 來見耶穌, 求她按手在她身上。 耶穌領她離開眾人, 到一邊去, 對用指頭探她的耳朵, 兔塘門抹她的舌頭, 望天嘆息, 對她說, 以法大, 就是說, 開了吧。 她的耳朵就開了, 事結也解了, 說話也清楚了。 耶穌祝福她們, 不要告訴人, 但她越發祝福, 她們越發全陽開了。 眾人份外稀奇, 說, 她所作的事都好, 她連龍子也叫她們聽見, 雅巴也叫她們說話。 馬可福音第八章 那時, 就有許多人聚集, 並沒有什麼吃的。 耶穌叫門徒來說, 我連吻這眾人, 因為她們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 也沒有吃的了。 我若打發她們我再回家, 就必在路上躺佛, 因為其中有從遠處來的。 門徒回答說, 在這野地, 從那裡能得餅, 叫這些人吃飽呢? 耶穌問她們說, 你們有多少餅? 她們說, 七個。 她吩咐眾人坐在地上, 就拿著這七個餅, 捉謝了, 抹開遞吉門徒, 叫她們擺開。 門徒就擺在眾人面前。 又有幾條小魚, 耶穌捉了福, 就吩咐又擺在眾人面前。 眾人都吃, 並且吃飽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 有七腔子。 人數約有四千, 耶穌打發她們走了, 隨即和門徒上船, 來到大馬魯他境內。 法利塞人出來盤問耶穌, 求她從天上顯覺神跡給她們看, 想要試探她。 耶穌心裡深深的嘆息說, 這世代為什麼求神跡呢? 我實在告訴你們, 沒有神跡塌這世代看, 他就離開她們, 又想船往海那邊去了。 門徒忘了大餅, 在船上除了一個餅, 沒有別的食物。 耶穌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塞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他們彼此以論說,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罷。 耶穌看出來, 就說, 你們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就以論呢? 你們還不醒悟, 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如還嗎? 你們有眼睛, 看不見嗎? 有耳朵, 聽不見嗎? 也不記得嗎? 我抹開那五個餅, 分給五千人, 你們收十的零碎, 裝滿了多少男子呢? 他們說, 十二個。 又抹開那七個餅, 分給四千人, 你們收十的零碎, 裝滿了多少康子呢? 他們說, 七個。 耶穌說, 你們還是不明白嗎? 他們來到百賽大, 有人帶一個核子來, 求耶穌摸他。 耶穌拉著核子的手, 令他到村外, 就套妥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問他說, 你看見什麼了? 他就抬頭一看, 說, 我看見人了, 他們好像樹木, 並且行走。 隨後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 就復了完, 樣樣都看得清楚了。 耶穌打發他回家, 說, 連者村子, 你也不要盡去。 耶穌和門徒出去, 往葛薩利亞、 肥立比的村莊去。 在路上問門徒說, 人說我是誰? 他門說, 有人說, 是屍世的若漢。 有人說, 是以利亞。 又有人說, 是先之旅的一位。 又問他們說, 你門說我是誰? 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耶穌就禁戒他們, 不要告訴人。 從此, 他教訓他們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制司長和民是棄絕, 並且被殺, 過三天復活。 耶穌明明的說者說, 彼得就拉著他, 勸他。 耶穌轉過來, 看著門徒, 就紮備彼得說, 撒旦, 退我後邊去罷。 因為你不看貼神的意思, 只看貼人的意思。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 對他們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寫幾, 會起他那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生命劃作靈魂、 下童,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還在這淫亂罪我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 人只在他父的榮耀女, 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馬可福音第九章 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暫在這裏的, 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 必要看見神的國, 大有能力臨到。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 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 衣服放光, 極其潔白, 地上漂布的, 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忽然有以利亞和摩西向他們顯現, 並且和耶穌說話, 彼得對耶穌說, 拉比, 拉比就是夫子, 我們在這裏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 彼得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因為他們甚是懼怕。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 有一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 你們要聽他。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 不再見一人, 只見耶穌和他們在那裏。 下山的時候, 耶穌祝福他們說, 人只懷悔沒有從死裡復活, 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門徒將者話傳記在心, 彼此議論從死裡復活, 是什麼意思? 他們問耶穌說, 文字為什麼說, 以利亞必須先來。 耶穌說, 以利亞固然先來, 復興萬事。 經上不是指著人指說, 他要受許多的苦, 被人興萬呢? 我告訴你們, 以利亞已經來了, 他們又任意待他, 正如經上所指著他的話。 耶穌到了門徒那裡, 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 又有文字和他們辯論。 眾人一見耶穌, 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問他的安。 耶穌問他們說, 你們和他們辯論的是什麼? 眾人中間, 有一個人回答說, 夫子, 我帶了我的兒子到你這裏來, 他被雅巴鬼顧著, 無論在哪裏,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沒, 咬牙切齒, 身體枯乾。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耶穌說, 哎, 不信的世代呀, 我在你們這裏要到何時呢? 我忍愛你們要到何時呢? 把他帶到我這裏來罷。 他們就帶了他來, 他一見耶穌, 鬼便叫他重重的秋風, 倒在地上, 翻來覆去, 口中流沒。 耶穌問他父親說, 他得這病, 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說, 從小的時候, 鬼女賜把他振在火裡, 水裡, 要滅他。 你若能作什麼, 求你憐憫我們, 幫助我們。 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親, 立時哭著說,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 有古卷作, 立時流淚的哭著說。 耶穌看見眾人都跑上來, 就斥責那烏鬼, 說, 你這龍雅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 再不要盡去。 那鬼哭叫, 指孩子大大的秋了一陣風, 就出來了。 孩子好象死了一般, 以致眾人多半說, 他是死了。 但耶穌拉著他的手, 扶他起來, 他就站起來了。 耶穌進了屋子, 門徒就暗暗地問他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他去呢? 耶穌說, 非用討告, 有古卷在此有, 禁食二字。 這類的鬼, 總不能出來, 或作不能趕他出來, 他們離開那地方, 經過加利利, 耶穌不願意人知道。 於是教訓門徒說, 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 他們要殺害他。 被殺以後, 那三天他要復活。 門徒卻不明白者說, 又不敢問他。 他們來到加伯龍, 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 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 門徒不作聲, 因為他們在路上, 彼此爭論誰為大。 耶穌坐下, 叫十二個門徒來, 說, 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眾人沒後的, 作眾人的容人。 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 叫他站在門徒中間, 又抱起他來, 對他們說, 凡為我命, 接待一個像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約翰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看見一個人, 奉你的名趕鬼, 我們就禁止他, 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耶穌說, 不要禁止他。 因為沒有人奉我的名行義能, 反倒輕易毀我。 不抵擋我們的, 就是幫助我們的。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吸你們一杯水渴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不能不得賞賜。 凡此者信我這一個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此人的頸巷上, 鷹在海裡。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撼下來, 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隻手, 落到地獄, 入那不滅的火裡去。 倘若你一隻腳叫你跌倒, 就把他撼下來, 你強腿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隻腳, 你雕在地獄裡。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他, 你只有一隻眼進入神的角, 強如有兩隻眼, 被雕在地獄裡。 在那裡, 從是不死的, 火是不滅的。 因必用火蕩鹽, 鹽各人。 有古卷在此有, 凡祭物, 必用鹽鹽。 鹽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麼叫他再咸呢? 你們裡頭應當有鹽, 彼此和睦。 馬可福音 第十章 耶穌從那裡起身, 來到猶太的境界, 並又彈何外。 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裡, 他又照常教訓他們。 若法利賽人來問他說, 人休妻可以不可以, 意思要試探他。 耶穌回答說, 摩西吩咐你們的是什麼? 他們說, 摩西許人寫了休書, 便可以休妻。 耶穌說, 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 所以寫這條例給你們。 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 神做人是做男做女。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到了屋裡, 門頭就問他這事。 耶穌對他們說, 煩憂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人, 辜負他的妻子。 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 也是犯奸人了。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 門頭便襲備那些人。 耶穌看見就老老, 對門頭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類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 於是抱著小孩子, 給他們按手, 為他們祝福。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跑來, 跪在他面前問他說, 良善的夫子, 我當作什麼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沒有良善的。 介命你自曉得的, 不可殺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規復人, 當下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 夫子, 這一切我從小都遵走了。 耶穌看著他, 就愛他, 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 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急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聽見者說, 念上就變了色, 悠悠仇仇的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周圍一看, 對門徒說, 有錢財的人進神的覺, 是何等的難啊? 門徒欺其他的話, 耶穌又對他門說, 小子, 倚教錢財的人進神的覺, 是何等的難啊? 駱駝穿過針的眼, 給財主進神的覺, 還容易呢? 門徒就分外欺其, 對他說, 這樣誰能得救呢? 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事不能, 在神卻不言, 因為神凡事都能。 彼得就對他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我和福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母, 兒女, 田地,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 姐妹, 母親, 兒女, 田地, 並且要受迫白, 再來世必得永生。 然而,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 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 耶穌在前頭走, 門徒就稀奇, 跟從人也害怕。 耶穌又叫十二個門徒來, 把自己將要遭遇的事, 告訴他們, 說, 漢啊,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字, 他們要定他死罪, 交給外邦人。 他們要棄龍他, 肚腹沒在他臉上, 鞭打他, 殺害他, 過了三天, 他要復活。 西避泰的兒子雅各, 若翰, 盡前來, 對耶穌說, 夫子, 我們無論求你什麼, 願你給我們作。 耶穌說, 要我給你們作什麼。 他們說, 像我們在你的榮耀裡, 一個坐在你右邊, 一個坐在你左邊。 耶穌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 我所喝的杯, 你們能喝嗎? 我所受的洗, 你們能受嗎? 他們說, 我們能。 耶穌說, 我所喝的杯, 你們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 你們也要受。 此次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賜的。 乃是為誰預備的, 就賜給誰。 那十個門徒聽見, 就老路雅各若汗。 耶穌叫他們來, 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 外邦人有專為君王的, 治理他們, 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主是在你們中間, 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容人。 在你們中間, 誰願為首, 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因為人子來, 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 作多人的贖嫁。 到了耶利江, 耶穌和門徒, 並許多人, 出耶利江的時候, 有一個土販的核子, 是抵賣的兒子, 花抵賣, 坐在路旁。 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 就哭著說, 大衛的子孫, 耶穌啊, 可憐我罷。 有許多人責備他, 不許他作聲, 他卻越發大聲哭著說, 大衛的子孫啊, 可憐我罷。 耶穌就站住, 說, 叫過他來, 他們就叫那核子, 對他說, 放心, 起來, 他叫你啦。 核子就雕下衣服, 跳起來, 走到耶穌那裡。 耶穌說, 要我為你作什麼? 核子說, 拉波尼, 我要能看見, 拉波尼就是夫子。 耶穌說, 你去罷, 你的信救了你了。 核子立刻看見了, 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馬可福音第十一章 耶穌和門徒, 將近耶路撒冷, 到了伯伯奇和伯大利, 在橄欖山那裡。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對他們說, 你們往對面村子裡去。 一進去的時候, 必看見一匹奴驅, 山在那裡。 自從來沒有人騎過的, 可以解開軒來。 若有人對你們說, 為什麼作這事? 你們就說, 主要用它, 那人必立時讓你們軒來。 他們去了, 便看見一匹奴驅, 山在門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開。 在那裡站著的人, 有幾個說, 你們解奴驅做什麼。 門徒照耶穌所說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 他們把奴驅牽到耶穌那裡,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穌就騎上。 有許多人, 把衣服鋪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家的樹枝撼下來, 鋪在路上。 前行後徐的人, 都哭著說, 和山那, 和山那願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乃是清重的話, 奉主命來的, 是應當清重的, 那將要來的, 我祖大衛之國, 是應當清重的, 高高在上和山那。 耶穌盡了耶路撒冷, 入了聖殿, 周圍看了各樣物件, 天色以晚, 和十二個門徒出城, 往八大離去了。 第二天, 他們從八大離出來, 耶穌餓了, 遠遠的看見一果無花果樹, 樹上有葉子, 就往那裡去, 或者在樹上可以抓著什麼。 到了樹下, 幾找不著什麼, 不過有葉子, 因為不似收無花果的時候。 耶穌就對樹說, 從今以後, 你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 耶穌進入聖殿, 趕出殿裡作買賣的人, 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甲子之人的椅子, 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 便教訓他們說, 經上不是記著說, 我的殿必稱為萬國土局的殿嗎? 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祭司長黃文慈聽見者說, 便想法子要除滅耶穌, 卻又怕他, 因為眾人都欺其他的教訓。 每天晚上, 耶穌出城去。 早晨, 他們從那裡經過, 看見無花果樹, 連根都枯乾了。 彼得想起耶穌的話來, 便對他說, 拉比, 請看, 你所就的無花果樹, 已經枯乾了。 耶穌回答說, 你們當信服神。 我實在告訴你們, 無論何人, 對這座山說, 你羅開此地, 猴在海裡。 他若心裡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必成, 便必給他成了。 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討告祈求的, 無論是什麼, 只要信是得著的, 便必得著。 你們站著討告的時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 便當搖延他, 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搖延你們的過範。 你們若不搖延人, 你們在天上的父, 也不搖延你們的過範。 有古卷無此節。 他們又來到耶路撒冷, 耶穌在殿裡行走的時候, 祭司長和民事, 並長老進前來, 問他說, 你像著什麼權柄作者些事, 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對他們說, 我要問你們一句話, 你們回答我, 我就告訴你們, 我像著什麼權柄作者些事。 約翰的洗禮, 是從天上來的, 是從人間來的呢? 你們可以回答我。 他們彼此相以說, 我們約翰從天上來, 他必說, 這樣,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 約翰從人間來, 卻又怕百姓, 因為眾人真以約翰為先知。 於是回答耶穌說, 我們不知道。 耶穌說, 我亦不告訴你們, 我像著什麼權柄作者些事。 馬可福音 第十二章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 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 周圍圈上梨巴, 說了一個押酒池, 蓋了一座樓, 租給元戶, 便往外國去了。 到了時候, 打發一個葡人到元戶那裡, 要從元戶收葡萄園的果子。 元戶拿著他, 打了他, 叫他兇手回去, 再打發一個葡人到他們那裡, 他們打傷他的頭, 並且凌辱他。 又打發一個葡人去, 他們就殺了他。 後又打發好些葡人去, 有被他們打的, 有被他們殺的。 元主還有一位, 是他的愛子。 末後又打發他去, 意思說, 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不料, 那些元戶彼此說, 這次承受產業的。 來吧, 我們殺他, 產業歸我們了。 於是拿著他, 殺了他, 把他丟在園外。 這樣, 葡萄園的主人要怎麼辦呢? 他要來除滅那些元戶, 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經葬寫著說, 將人所棄的石頭, 以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主所作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這經你沒沒有念過嗎? 他們看出, 這比意是指在他們說的, 又想要捉拿他, 只是懼怕百姓, 於是離開他走了。 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 和幾個希律黨的人, 到耶穌那裡, 要就著他的話陷害他。 他們來了, 就對他說, 夫子, 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 什麼人你都不信情念。 因為你不看人的愛貌, 乃是誠誠實實全神的道。 納粹急該殺, 可以不可以。 我們該立不該立。 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 就對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試探我? 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 他們就拿了來。 耶穌說, 這將和這好是誰的。 他們說, 是該殺的。 耶穌說, 該殺的物當歸給該神, 神的物當歸給神。 他們就狠欺其他。 殺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 他們來問耶穌說, 夫子, 摩西為我們寫著說, 人若死了, 撇下妻子, 沒有孩子。 他兄弟當娶他的妻, 為高歌生子立後。 有弟兄七人, 這一個娶了妻, 死了, 沒有留下孩子。 第二個娶了他, 也死了, 沒有留下孩子。 第三個也是這樣。 那七個人都沒有留下孩子。 沒有了, 那婦人也死了。 當復活的時候, 他是那一個的妻子呢? 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他。 耶穌說, 你們所以錯了, 豈不是因為不明白聖經, 不曉得神的大能嗎? 人從子女復活, 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輪到死人復活, 你們沒有練過摩西的書, 驚激天上所在的魔。 神對摩西說, 我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你們是大錯了。 有一個文士來, 聽見他們辯論, 要得耶穌回答的好, 就問他說, 革命中那是第一要緊的呢? 耶穌回答說, 第一要緊的, 就是說, 以色列啊, 你要聽, 主我門神, 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其次, 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界命更大了。 那文士對耶穌說, 夫子說, 神是一位, 實在不錯, 除了他以外, 再沒有別的神。 並且盡心、盡志、盡力、 愛他, 又愛人如己。 又比一切繁制, 和各樣制制, 好得多。 耶穌見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對他說, 你離神的覺不遠了。 從此以後, 沒有人敢再問他什麼。 耶穌在殿裏教訓人, 就問他們說, 問是怎麼說? 基督是大衛的子孫呢? 大衛被聖靈感動說,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讓我使你仇敵, 作你的腳椅。 大衛既自己稱他為主, 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呢? 眾人都喜歡聽他。 耶穌在教訓之間, 說, 你們要防備民事, 他們好穿長衣遊行, 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們的安, 又喜愛回堂裡的高位, 言直上的手助, 他們侵吞寡婦的家產, 解義作狠長的討告, 這死人要受更重的刑罰。 耶穌對銀褲助著, 看眾人怎麼投錢入褲, 又好設財主, 往裡投了藥乾的錢。 而一個窮寡婦來, 往裡投了兩個小錢, 就是一個大錢。 耶穌叫門徒來, 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窮寡婦投入婦裡的, 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 拿出來投在裡頭。 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 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馬可福音 第十三章 耶穌從殿女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門徒對他說, 夫子,請看, 這是何等的石頭, 何等的電雨。 耶穌對他說, 你看見這大電雨嗎? 將來在這裏, 每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不被察毀了。 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 彼得、雅各、約翰、 黃安德烈、暗暗的文他說,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呢? 這一切事, 將成的時候, 有什麼預兆呢? 耶穌說, 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將來有好死人冒我的名來, 說, 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你們聽見打仗, 我打仗的風聲, 不要驚慌。 這隻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道。 民要攻打民, 各要攻打各, 多處必有地震、 飢荒。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災難如民作生產之難。 但你們要謹慎, 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 並且你們在會堂裡要受鞭打, 又為我的緣故, 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 對他們作見證。 然然福音必須宣傳給萬民。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 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 到那時候, 此給你們什麼話, 你們就說什麼。 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 乃是聖靈。 弟兄要把弟兄, 父親要把兒子, 送到死地。 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 害死他們。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 被眾人恨惡,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你們看見那行為壞可憎的, 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讀者經的人, 需要回義。 那是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來, 也不要進去拿家裡的東西。 在田裡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償。 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乃孩子都有和了。 你們應當祈求, 叫這隻事, 不在冬天臨到。 因為在那些日子, 必有災難。 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 並沒有這樣的災難。 後來也必沒有。 又不是主減少那日子, 煩有血氣的, 早沒有一個得救的。 只是為主的選民, 他將那日子減少了。 那時, 若有人對你們說, 看呀, 基督在這裏, 或說, 基督在那裏, 你們不要信。 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 將要起來, 顯神即其事, 倘若能行, 就把選民迷惑了。 你們要謹慎, 看呀, 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在那些日子, 那災難以後, 日頭要變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眾聲要從天上聚落, 天氣都要震動。 那時他們, 馬太二十四章, 三十節, 作地上的萬俗, 要看見人子, 有大能力, 大榮耀, 駕雲降臨。 他要猜險天使, 把他的選民, 從四方, 從地極, 直到天邊, 都朝聚了來, 方圓文作風。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 學個比方, 當樹枝發亂掌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這樣, 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 也該知道人子近了, 人子畫了神的角, 正在門口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廢墟, 我的話卻不能廢墟。 但那日子, 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此也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你們要謹慎, 警醒祈禱, 因為你們不曉得, 那日期, 何時來到。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 既居外邦, 把拳並交給服人, 分派各人當作的工, 又吩咐開門的警醒。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 或晚上, 或半夜, 或雞叫, 或早晨。 恐怕他忽然來到, 看見你們睡著了。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也是對眾人說, 要警醒。 馬可福音第十四章 過兩天自如月節, 又是除教節。 祭司長和民事, 想法子, 怎麽用詭計, 捉拿耶穌殺他。 此事說, 當節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生亂。 耶穌在八大來, 長大麻風的西門家女, 坐席的時後, 有一個女人, 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珍拿達香膏來, 打破玉瓶, 把膏嬌在耶穌頭上。 有幾個人心中狠逼喜悅, 說, 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 周濟窮人。 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耶穌說, 由他罷, 為什麽難為他呢? 他對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行善, 隨時都可以,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他所作的是盡他所能的, 他是為我安葬的是, 把香膏預先嬌在我身上。 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無論在什麽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紀念。 十二門徒之中, 有一個家略人由大, 去見祭司長, 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他們聽見就歡喜, 又應許給他銀子。 他就沉思如何得變, 把耶穌交給他們。 除教節的第一天, 就是載如月陽高的那一天。 門徒對耶穌說, 你是如月節的賢夕, 要我們往那裡去預備呢?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 對他們說, 你們進城去, 必有人拿著一瓶水, 迎面而來, 你們就跟著他。 他進那家去, 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 夫子說, 客房在那裡。 我以門徒好在那裡, 是如如志的賢夕。 他必只給你們, 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 你們就在那裡, 為我們預備。 門徒出去, 進了成, 所預見的, 正如耶穌所說的。 他們就預備了如月節的賢夕。 到了晚上, 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來了。 他們在直定是的時候,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系的人要賣我了。 他們就憂愁起來, 一個一個的問他說, 是我嗎? 耶穌對他們說, 是十二個門徒中, 和我染守在盆子裡的那個人。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 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那人畢生在世上倒好。 他們吃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 捉了福, 就抹開, 遞給他們說, 你們拿著吃, 這是我的身體。 又拿起杯來, 捉謝了, 遞給他們, 他們都喝了。 耶穌說, 這是我納藥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到我就是神的國女, 喝新的那日子。 他們唱了詩, 就出來, 往橄欖山去。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都要跌倒了。 因為經上記著說, 我要激膽木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復活以後, 要在你們以先往嘉利離去。 彼得說, 眾人雖然跌倒, 我總不能。 耶穌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就在今天夜裡, 雞叫兩片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確極逼迫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 名叫赫西馬尼。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坐在這裡, 等我討告。 於是帶著彼得、 雅各、 約翰同去, 就驚恐起來, 極其難過。 對他們說, 我心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 等候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苦苦在地討告說, 躺若可行, 便叫那時候過去。 他說,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將這杯撤去, 然然不要從我的意思, 只要從你的意思。 耶穌回來, 見他們睡著了, 就對彼得說, 西門, 你睡覺嗎? 不能警醒騙時嗎? 總要警醒討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 欲體卻軟弱了。 耶穌又去討告, 說的話, 還是與先前一樣? 又來, 見他們睡著了, 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第三次來, 對他們說, 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 罷惑作魔, 救了, 時候到了, 看呀, 人只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起來, 我們走吧, 看呀, 那賣我的人近了。 說話之間, 忽然那十二個門徒女都由大來了, 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 從祭司長和文士, 並長老那女與他同來。 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 說, 我與誰親咀, 誰就是他? 你們把他拿著, 牢牢靠靠的帶去。 又大來了, 隨即到耶穌跟前說, 拉比, 便與他親咀, 他們下手拿著他。 旁邊站著的人, 有一個拔出刀來, 將大祭司的伯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個耳朵。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帶著刀棒, 出來拿我, 兒童拿強度嗎? 我天天教訓人, 和你們在殿裡, 你們並沒有拿我。 但這事成就, 唯要應應經上的話, 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有一個少年人, 赤身披著一塊麻布, 跟隨耶穌, 眾人就捉拿他, 黑腳丟了麻布, 赤身逃走了。 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裡, 有眾祭司長和長老並民事, 都來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比得遠遠的跟著耶穌, 一直進入大祭司的院裡, 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崗裡烤火。 祭司長和全工會, 尋找見證控告耶穌, 要自死他, 更尋不著, 因為有好些人, 作假見證告他, 只使他們的見證, 各不相合。 又有幾個人站起來, 作假見證告他說, 我們聽見他說, 我要拆毀者人手所做的見, 三日內就另做一座, 不是人手所做的。 他們就是這魔作見證, 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來, 站在中間, 問耶穌說, 你什麼都不回答嗎? 這死人作見證, 告你的是什麼呢? 耶穌卻不言語,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問他說, 你是那當清眾者的兒子基督不是。 耶穌說, 我是, 你們必看見人子, 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 隔著天上的雲降臨。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 說, 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你們已經聽見他者淺望的話了, 你們的意見如何? 他們都定他該死的罪, 走人套討募在他臉上, 又蒙著他的臉, 用拳頭打他, 對他說, 你說如言罷, 他亦接過他來, 用手掌打他。 彼得在下邊, 丸子女, 來了大祭司的一個氏女, 見彼得烤火, 就看著他說, 你掃來, 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伙的。 彼得卻不承認, 說,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於是出來, 到了前院, 雞就叫了。 那是女看見他, 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 這也是貪門一黨的, 彼得又不承認。 過了不多的時候, 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 你真是他們一黨的, 因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 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那時, 雞叫了第二片, 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 雞叫兩片二線, 你要三次不認我。 思想起來, 就哭了。 馬可福音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 祭司長和長老、 民事、 全公會的人大家相矣, 就把耶穌群綁解去, 交給彼拉多。 彼拉多問他說, 你是猶太人的黃莫。 耶穌回答說, 你說的事。 祭司長告他許多的事。 彼拉多又問他說, 你看, 他們告你這莫多的事, 你什麼都不回答莫。 耶穌形不回答, 以至彼拉多覺得稀奇。 會逢這節奇, 秦府照眾人所求的, 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 有一個人名叫巴拉巴, 莫作亂的人一同群綁, 他們作亂的時候, 曾殺過人。 眾人想去求秦府, 照常禮給他們辦。 彼拉多說, 你們要我釋放猶太人的黃給你們嗎? 哈元曉得, 祭司長是因為疾道, 才把耶穌解了諾。 只是祭司想挑疏眾人, 寧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彼拉多又說, 那麼讓你們所稱為猶太人的黃, 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又哭著說, 把他釘十字架。 彼拉多說, 為什麼呢? 他作你什麼惡事呢? 他們變極力的哭著說, 把他釘十字架。 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 就釋放巴拉巴給他們, 將耶穌鞭打了, 交給人釘十字架。 彼拉多打耶穌帶進衙門院裡, 叫齊了全營的兵。 他們吸他穿上紙袍, 又用驚激偏作官面吸他大賞, 就慶賀他說, 恭喜猶太人的黃呀! 又拿一根位子, 拿他的頭, 兔坦沒在他臉上屈膝敗他。 氣弄完了, 就給他脫了紙袍,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帶他出去, 要釘十字架。 而一個古里內人西門, 就是阿歷山大和老夫的父親, 從鄉下來, 經過那地方, 他們就勉強他同去,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 他們帶耶穌到你各各他地方, 各各他翻出來, 就是足留地。 拿抹約調和的酒給耶穌, 他卻不受。 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 念夠分他的衣服, 看似誰得什麼。 釘他在十字架上, 是自初的時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 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他們有把兩個強盜, 和他同釘十字架,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有古卷在此有, 這就應了經上的話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從那裡經過那些人辱罵他, 搖著頭說, 哎, 你這插位聖殿, 三日又建造起來的,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祭司長和民事, 也是這樣戲弄他。 彼此說, 他救了別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 叫我們看見, 就信了。 那和他同釘的人, 也是基朝他。 從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新初的時候, 耶穌大聲喊著說, 以來依, 以來依, 拉馬薩巴各大來。 翻出來,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旁邊站著的人, 有的聽見就說, 看啊, 他叫以利亞呢? 有一個人跑去, 把海用也門尿燥, 綁在衛紙上, 送給他喝, 說, 且等著, 看以利亞來不來把他取下。 耶穌大聲喊叫, 氣就斷了。 殿裡的萬子, 從上到下列為兩半。 對面站著的伯夫長, 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 有古卷無限叫二字。 就說, 此人真是神的兒子。 還有些婦女, 遠遠的觀看, 內中有莫達拉的馬利亞, 又有小雅各, 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 並有薩羅米。 就是耶穌在加里里的時候, 跟隨他, 服侍他那些人。 還有和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婦女, 在那裡觀看。 到了晚上, 因為這是預備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有阿里馬太的約失前來, 他是尊貴的義士, 也是等候神覺的。 他放膽進去見比拉多, 求耶穌的身體。 比拉多猜以耶穌已經死了, 便叫伯夫長來, 問他耶穌死了久不久。 既從伯夫長得知實情, 便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失。 約失買了細麻布, 把耶穌取下來, 用細麻布果好, 安放就是盤石中作出來的墳墓裡, 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抹大拉的馬尼亞, 和約西的母親馬尼亞, 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馬可福音第十六章 過了安息日, 抹大拉的馬尼亞, 和雅各的母親馬尼亞, 並殺羅米, 買了香膏, 要去高耶穌的身體。 七日的第一天清早, 出太陽的時候, 他們來到墳墓那裡, 彼此說, 誰給我們把石頭從墓門滾開呢? 那石頭原來很大, 他們抬頭一看, 卻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他們盡了墳墓, 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 便甚驚恐。 那少年人對他們說, 不要驚恐, 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 那薩勒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 不在這裏, 請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說, 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裏你們要見他, 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 他們就出來, 從墓門那裡逃跑, 又發抖, 又驚奇, 什麼也不告訴人, 因為他們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穌復活了, 便先向末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耶穌從他身上, 曾趕出七個鬼。 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 那時他們正哀動哭入, 他們聽見耶穌活了, 被馬利亞看見, 卻是不信。 這時以後, 門徒中間有兩個人, 往向下去, 走路的時候, 耶穌變了形象向他們顯現, 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 其餘的門徒, 也是不信。 後來十一個門徒在席的時候, 耶穌向他們顯現, 夾避他們不信, 心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 馬上在他復活以後, 看見他的人。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 全福音給萬民聽, 萬民如問作凡受造的。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備定罪。 信的人, 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說身謊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 門徒出去, 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職除著, 證實所存的道。 阿門。 在神職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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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職除著, 神職除著, 神職除著,